十二因缘 头一个是无名 无名远行 行远使 这个无名不是根本无名 这个无名 知莫无名 也就是说 六道里面所讲的无名 很粗 跟根本无名的完全不一样 根本无名破了就成佛了 在六道里面 就是这个无名变现出来的六道 这个无名破了的时候 六道就没有了 因为无名 你才会造业嘛 行就是造业 过去深重点 十二因缘里面讲 三世因果 无名根性是过去时的因果 有过去时的因 所以你才会来投胎 十就是神世 我们一般讲灵魂 灵魂来投胎 找父母 父母跟他有缘 前面讲的 有恩 有缘 有债务 有这些关系 他就来了 没有这些关系 不来 他不会找你的 所以儿女是云 世就是神世 灵魂 投胎了 投胎在母亲 胎包里面 叫名色 那就是 还没有长成一个人的形状 一般讲两三个星期 怀孕的时候 两三个星期 不是人的形状 叫名色 名是什么呢 名是精神 他有受想行事 色呢 它是有肉体 没长成人的形状 慢慢 大概有 五六个月 就像人的形状了 有长头 有眼睛 你能看得到了 这个时候就不叫名色 叫六如 他像个人了 还在母亲 子宫里面 这个呢 就是我们通常 住胎 十个月 住胎时间满了 出胎了 出身 出身 出身不叫出身 叫粗 他的身体 跟外界基础了 他又感受了 他又感受了 出 出 他就有爱 有取 有有 他 他烦恼 吸气 起先 行了 那爱 取有呢 就到你一生 从你出胎 出胎 一直到老死 这一生 你六根 接触 外头 进去 顺自己 意思的 你就贪爱 从贪爱 你就想得到 得到就是取啊 我想控制他 我想占有他 这是行为 有这种行为呢 那就有了 有是什么 有了一夜了 你阿赖 也里面 就接夜了 这个夜 有什么夜 有我夜 这个夜里呢 牵着你 下一身受报 所以来生 又有生 又有老死 永远在循环 这十二个 在轮回 叫十二轮 这是音乐 想想看 像 浩子 诚 Boeing